我們來討論這個針孔成像 它的原理,還有它造成的現象 我們來看看針孔成像的線紙 針孔是怎麼成像的 就是說現在有個遮蔽物,就是不透明體 舉個例子,比如說這裡有一根蠟燭 這根蠟燭的話,這裡有一個屏幕 這根蠟燭會在這上面呈像 就是說蠟燭這裡的,可以把它看點光源 射出光,直接射進來 所以這一根火焰,它呈的像就呈像在這裡 然後這裡的話,這個蠟燭的底部 就會呈像在這裡 會呈像在這裡 所以的話 這根蠟燭經過針孔會呈像 呈像會呈實像 而且是道立的實像 這是它的性質 然後它的大小的話 或是說放大力 跟什麼呢 跟什麼程度的比 放大力的話,我們就說 這根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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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謂的放大力 就是我們叫做 放大力 叫做R好了 隨便給 放大力的話,就是 向長 比上這個物長 這會等到什麼呢 會等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我們叫做 P好了 或者是這個叫做Q好了 他就知道 這是P 會等到 會等那個像距 像距就是 像到這個 針孔的距離 除上物距 這個就是它的大小關係 好 那什麼叫針孔照相機呢 針孔照相機就是 我在這裡放底片 這裡放什麼? 放鏡頭 放鏡頭以後的話 光這樣進來的話 就在這裡的形成像 這個就是所謂的針孔照相機 還有在這個 樹下的小圓點 就是說 我們比如說 有一棵樹 那一棵樹的話 就是 就是現在有一棵樹 那樹上的話 有那個葉子 樹上有葉子 然後通常我們在樹下 會看到很多 一個一個小圓點 那這個小圓點 事實上什麼呢 事實上是太陽的像 為什麼是太陽的像 就是說 這個樹葉跟樹葉之間 會形成那個小圓孔 會形成的縫隙 那這個縫隙的話 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針孔 然後這個什麼呢 就是太陽比很遠 哇這個非常非常 然後的話 這個 這個是樹 跟地面積的距離 這個算很短 這個比如說兩公尺 兩公尺就算很高 這個的話呢 可能是幾萬公里 所以的話 它成像內會成像非常小 成的像會非常一點點 因為這個Q很小 它的P很大 所以它放大力很小 那會形成什麼呢 會形成小圓點 那為什麼會形成小圓點呢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太陽它是遠的 所以形成一個小圓點 那一個小圓點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什麼呢 一個細縫 就是說那個 葉子跟葉子之間有個細縫 那所以呢 這個小圓點 事實上 是太陽的像 太陽的像 很小很小的小圓點 太陽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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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對